大家好,我是乖修缠 观点和视角,就属于呢 当一只个股 大家可以去复盘自己去发现 给大家一个视角,就是呢 所有的大牛股,曾经的大牛股 80%到90%以上的 最终它必然会向 140连去年靠拢 这是咱们前面曾经多次讲到过的 一个点,对这一点的话呢 如果说你 深信不疑,那么可以把它都为一个 作用的参考,如果说你觉得有质疑 那么你自己去翻一翻 更多的股票去观察 那么到140连去年,撑得住是一个节点 撑不住,那么呢,又是另外一个节点 撑得住的话呢,对应的 如果说有这样哪个内部 有结构,有被磁,有量能的提振 它是机会点,撑不住的话呢,它就是新的 弱势的开启 那么像中原海空我们来看 一,其实全面的话呢 这样哪个下跌 日线的线段下跌 线段下跌呢,到了140连去年位置呢 没有破或者支撑 然后的话呢,对应的用线段破坏线段的 一个视角就属于那种二类埋点的观察点 可以作为一个观察视角 然后呢,从 当时的10块钱下方 涨到25元,其实已经翻了一倍多 当翻了一倍多之后的话呢 咱们的一个态度是呢 当短期来讲已经翻了一倍多 再越往上 一,越往上越谨慎 二 一旦呢,出现这样的一个破位的一个剧情 走法的就要高度谨慎 那么呢,回落下来 再进反弹没有破前面的高点 当前走法的话呢 它是属于 从25块 6毛9的位置 这是一个 日线的比中枢 30分钟的标准中枢 然后呢,走的 30分钟判断下跌 判断下跌的话呢 当前的一个下跌 它是破了140雷均线 而且呢,再往上的话呢 这个平台作为一个重要的压力 来去观察,来去参考的 好,所以说呢 像中原海控这类个股的话呢 因为前面 当时呢 记得市场有一种声音 甚至呢 把它鼓吹到 市值会不会上万亿等等 不知道这种 是要怎么来的 但是当时有这种声音 以至于呢 有些散户呢 纷纷在高位沾岗 其实当前的看法的话呢 对于这一只股当前的做法来讲 耐心等待一个 日线级别的 不出二类买点 不值得去参与的 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二类买点呢 这是一个三十分钟级别的 这样的盘整下跌 盘整下跌的话呢 那么当前我们来看 它连底分 日线的底分还没有形成 这一个视角 第二的话呢 什么叫做二类买点呢 就属于 这是一个日线级别的 比中枢 三十分标准中枢 后面呢 等它一个 因为这个位置呢 中枢的 这个位置 中枢是一个家里区间 后面的话一先要完成止跌 二止跌之后 即便反出上面 也是家里区 不太不太容易 以口就能够上去 如果说呢 冲高之后 略有力度 然后再回落 不破前面低点 这才叫做 三十分钟级别的 二类买点 来去观察 后面的话呢 如果说再往上能够 五十三 一百四十年均线 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 公正的节点 量能有提升 MSD进去上临周 那么才是一个 重要的观察点 或者是机会点去看 当前的话呢 让子弹都飞一会儿 一 还是给心低 二 即便反出的话 上方有这样的压力区 它不太容易以口气上去 就是当前属于区 这是走坏的 好 中原海空 那么对比一下 我们再看中原海能 因为这里够 它属于大牛股的 这样的一个 可以把它作为 回落之后反弹 潜高不破 这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顶部 典型的顶部特征的 好 只不过后面的话呢 如果说 它能够快速出现 强底分 出现一百四十年均线 上方能够撑得住 那么呢 它也是 上方也要考验 二十元的位置压力 这是中原海空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中原海能 那么中原海能 这一支个股的 不同之处 在于什么地方呢 它从九块五毛 一 已经跌到了四块九的位置 就是从前面高点到低点 它已经经历了 这样的一个 接近腰斩的一个调整 调整幅度比较深 调整幅度比较深的话呢 那么这一支个股的 一个技术表达的话呢 对应的 它是属于 也是一个 这是属于日线 这是属于 三十分钟中枢不断延伸 日线比中枢不断延伸 以至于呢 可以升级为 日线级别中枢 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 日线级别中枢来去看待的 而后呢 走出向下离开段 这个离开段呢 和前面进入段 是有背迟的 那么这个位置反弹的力度是 有的 力度 力度的话呢 直接进入中枢内部 当前还属于 从四块九毛三涨到 七块五毛四 属于一笔 上的延续 一笔上的延续的话呢 那么先对待 这类个五的观察视角 它的一个节点 有的 当时呢 看到有朋友关心 这类个五 现在去买 有没有最高 或者是 会不会呈现 接盘的一种特征 这里面 取决于你对买点的 要认识啊 咱们前面讲的任何方法 不管是残论视角 还是属于 用三线操盘的 一个节点 都是以低息的一个维度 用残论视角 买点产生于背词 不管是一类买点 二点买点 三点买点 它都是 下跌当中找买点的 那么用均线的角度来讲 它是回落 贴近均线的一个视角 那么这一只个五 观察记点呢 就属于 可以把它作为 这样的一个平台 突破 突破过 做到的当前五十三 上穿一百四十年均线 上穿一百四十年均线的话呢 其实对应了 其实在任何位置的 一个参与的视角 取决于什么呢 第一 一定不能在卖点 附近去买 这个一个原则 第二的话呢 任何的买点 低西视角以后 它要建立在一定的 分控的基础上 例如咱们前面点评的 就是在中原海能 在这个我来讲 一下方的 从四块金泊山 可以把这位置 作为一个三十分钟中枢 那就看待了 好 这是三十一个三十分钟枢 那么这个位置呢 它是一个五分钟中枢的 五分钟中枢处建 而会这样子 走离开段 它现在走离开 向上的话 是找卖点的 就是这一只个五 同样咱们就观察同时 这位置向上 是找卖点的 就它不是去追的 但是呢 如果说是后面 有这样的一个调整回落 回落的话呢 大的像下方这样的五分钟 这样的小的平台不破 然后的话呢 十三天均线的位置 靠近十三天均线 贴着十三天均线的位置呢 可以是一个机会点 换他脸 给这样的机会点呢 可以去把握一次 五分钟级别的三买转二卖 或者三买转一卖 如果不给的话呢 这个位置上上 那么不能去追 防范的是阶段性最高 然后的话呢 又回落 好 这追也很能 就它的基础结构不同 好 那么对应的话呢 因为它本身的意义 是属于下降的 但是它的一个位置 它也是属于 大周期来讲 是属于底位底价 只不然从底部刚刚启动了 你看它的周期不同 如果说 你要只看什么 只聚焦于 从八月份九月份 这两个月的时间里面 那么这样的一个上涨 这个位置呢 你再去追 肯定是不合时宜的 好 但是你要是看它的一个 更高的一个周期 来去观察的话呢 它属于这样的一个 鞋箱下的通道的突破 突破之后等一个 灰彩圈认吗 灰彩下来 找机会一点吗 这就是属于海能 那么我们在特别电弓 特变电弓的一个观察视角的话呢 那么这一只个股 其实咱们前面 点评的一个节点 还是节奏把握的 还是非常 还是非常非常应景的 一 前面呢 也是有粉丝朋友 留言咨询 咱们当然 它是一个主声让的阶段 这主声让的过程当中 15军嘛 就属于前面对这 对这一只个股的一个 跟踪视角 其它是非常典型的案例 中五块 是对应了 它的一个表达的 我们来看 这是一个日线的先端下 先端上 先端下 这个位置是可以把它 作为一个日线级别的 标准中枢来去看待的 好 日线级别标准中枢 然后呢 走出来一个是一个日线的 这样的一个先端上 回落下来 可以把它作为日线级别的 三点白点 然后呢 在这个位置 它是组件 第一个三点白点中枢 好 第一个三点白点中枢 形成 然后的话呢 冲高 之后 回落 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 第二一个这样的三点白点中枢 组件 因为两个中枢 高中枢 阶段上相比比较近 那么这一位置呢 再往上 它实际上是属于趋势 再次突破 再次突破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这一波 当时 当时粉丝 留言资讯了咱们 对大家的态度 是属于组组成的阶段 因为量压是提升的 而且的话 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30分钟图形 因为咱们前面讲的 这样的几点 就是一个中枢 不管是30分钟 还是日线级别也好 如果说一个 相当离开段 力度比较强 直接进入翻倍 甚至翻一倍 多两倍 翻一倍 接近翻倍 那么呢 再次突破的话呢 后面是可放弃的 就是呢 在网上容易发生被词 找卖点 如果说 而且呢 有的时候 它可能不给高点 直接去调整 它的方式走弱 但是如果说 两个中枢离得比较近 然后再向上 那么它完全可以 走得比较高一点 这个位置呢 用主声 那么当前 我们再来观察的话 它实际上就属于 在它连续的 这样的一个冲高过之后 尤其是涨停 第二天冲高 不能连板 出现这样的高开地走 大一帽 出现这样的高位方量 这两个位置呢 是一个明显的 一个多方力量 在叙事的一个信号 以这两个位置 为什么呢 高位矩阵方区量 非常明显 高位矩阵方区量呢 之后的话呢 后面 它走法的话是 小的震荡 小的震荡过之后的话 对它的态度 就属于高度不生寒了 那么当前 对于这类个股的 一个观察视角呢 是下跌 反抽 反抽的话呢 连MSD 它属于死差状态 例如拉长 反抽的话呢 这个位置 没有持续性 机率往下 机率往下呢 对于特别练功 这类个股的一个表达来讲 当前的位置呢 就属于避险为主了 就是呢 本身方向没问题 然后呢 它的业绩也没问题 但是呢 它已经经历了什么呢 从144年均线 从 咱们从小周短期来讲 从11块钱干到29 接近翻了三倍 两倍多 两倍多的话呢 那么当前 它的一个剧情 从阶段性的一个观察节点 就从 例如从10块7毛3的位置 10块7毛3的位置 那么对应的话呢 这个位置 作为一个30分钟中枢 来去对待 那么这个位置呢 因为主生走的力度比较高 从15到30 直接翻倍 后面的话呢 基本就可以放弃了 这是咱们前面讲的一种经验之谈 就是呢 一个中枢形成过之后呢 向上这个向上离开段走的比较强 后面的话呢 是防范的是 如果说正印证 给第二个中枢 那么呢 向上也容易找 也是容易发生背词 找卖点的 但是呢 很多时候呢 还完全不给这种结构 而是呢 直接一小段大的方式 直接走弱 其实当前呢 还是一比下的一个调整 一比下的调整 那么当它靠近 下方的144年均线的位置 当它靠近这个中枢平台上沿的位置 它可能是一个智能的节点 而当前的话呢 它是属于弱势当中 或者彻底练功 所以那么从中 也能够得到一些 有就是作为一个总结和巩固来讲 那么呢 第一 能不能 充分的 认识到一点 就是呢 当一个平台出现之后 直接走主声 列中的翻一倍 一倍多 后面再出现这种时候 要么是不参与自己放弃 要么是高度几分 超越越往上 超越越轻 然后的话呢 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破坏 或出现这样的一个 走弱 那么及时的离场 而不是说 越往上 越疯狂 越重长 越去赌 好 这特别领功 那么我们再来去看 像三一总工 那么三一总工 这一支个股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那么当前的一个观察节点 从49块7 那么呢 个人认为呢 这一支个股意 从它的基本面来看的话呢 它在半年度 贵宿母公司的经利润呢 是一百个亿 经利润增长的百分之七 一期多的话呢 是经利润增长的百分之一百四十六 它作为工程机械的行业龙头 行业龙头的话呢 它跟行业整个关系 整个行业的环境有关系啊 那么这一支贡呢 它历史上 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十倍的大牛股的 那么十倍大牛股 从高到低 当前已经接近腰斩 就是从49跌到前面的24 已经腰斩 腰斩过之后呢 当前的一个表达 我们来看 从前面49块7 的位置一度下跌 下跌的话呢 到了前面十倍的大牛股 但是呢 一旦行业发生变化 或者市场的风格 认同度发生变化 那么它出现这样的调整 其实也毫不含糊的 那么调整过程呢 破了140年距离 又是一个新的观察点 新的一个就是新的风险点 新的这样的转入 这个位置呢 逐渐了一个日线比中枢 也是30分钟级别的标准中枢 这个位置呢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30分钟的攀论下跌 攀论下跌过程呢 当前它做法呢 是属于这个位置 再反弹回落 不破前面地点 这就属于30分钟 30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 二类买点 这个位置呢 从20401 这是一个日线的线转上 当前做法呢 是一个日线的线转下 日线线转下的话呢 那么它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我们来观察 这个位置 和这个位置 它们之间存在背驰 存在这样的一个 背驰关系 就是它那边之间的 下跌的力度来讲 是编缓的 然后呢 这个日线的线转上 日线的线转下 日线线转下呢 不破前面低点 那么 它内部之间的 又占了背驰 所以说这个资格五来讲的话呢 从技术表达上面来讲 它只要说 24块01 前面低点不破 那么它存在 短期反弹的可能性 只不过呢 它是没有趋势的 没有趋势的 咱们前面讲到过 140年军业下方的个股 不要用趋势的眼光去跟 不要用趋势的眼光去看 要么不参与 要么能用短线 超短的视线来去跟 只不过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它从49跌到24块01 那么呢 从结构上面来讲 好 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 这样的一个 30分钟中枢 然后的话呢 当前的一个表达 后面的话呢 观察的接点是什么呢 它的内部 这个位置和它有倍迟 然后呢 这是自信的线转上 自信的线转下 线转下呢 主要不破前面低点 那么可以期待一个 叶数呢 可以期待一个 短周期的 这样的一个反弹 但是140年军演 依然是有沉压的 沉压过之后呢 如果说后面 跟踪的一个 视角 就是呢 什么时候能够 这个位置的跟踪的纪念呢 它的推演方式有两种 一 这位的作为一个 30分钟枢延伸 中终延伸的话呢 一旦可以期待 30分钟级别的 向上离开断的一个走法 这是一种推演 另外一种推演方式呢 是什么呢 它持续震荡摩底 走一个日线的线转上 然后呢 日线的线转下 而后的话呢 逐渐一个日线级别的中枢 而后呢 再向上走离开断 但是呢 从趋势的视角来讲 它从趋势的眼光来 就看 它一定要 53上升 140年军演 然后量能又提升 MSD经常上零柔 它这是一个趋势的机会点 那么当前 对于三英中屋 这类个股的话呢 个人认为 从中长期的一个视角来讲 一从高位到低几经交涨 第二的话呢 短周期来讲 它是一个 从24.01 前面这一波呢 可以把这个试探 后面回落的话呢 二次回落 当前不足足足在于量能 没有提振 好 所以用30分钟的视角来讲 这个位置 它是典型的 呈现的是一个典型的 盘整 就是盘整被词 盘整被词 时间对于限断的 就属于从33.07的位置 这是30分钟限断下跌 限断上涨 限断下跌 限断下跌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 和这个位置 迷你发生被词 那么怎么去盘整被词呢 咱们前面也讲过 它的一个方法 很简单 低点到这样的一个下沿 重合区间下沿 高点到重合区间上沿 那么他们的距离 垂直距离 很明显 他们是之前有这样的一个背词关系的 好 这是三亿重工 也就是说呢 当前那个观察室友 它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个背离的关系 存在短度期的反弹 但是呢 它没性的趋势 这类个股呢 需要摸底之后 什么时候 出于拐点 出于趋势线的一个拐点上 那么这就是一个中联跟踪的对象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下美景能源 美景能源的一个技术点评视角的话呢 咱们前面的观察视角 一 这类个股呢 从长期来看 它是业绩上面是有支撑的 其次的话呢 这一支个股呢 咱们再一次巩固 咱们前面讲的一种经验之谈 就是残轮视角下的 就是那 当一个中速形成过之后 一旦向上离开 直接进入主称 力度比较强 当时的话呢 例如说在八元附近 直接干到15块钱上方 就说接近翻倍 接近翻倍的话呢 后面第二一个再回落的话呢 这样的接点是 直接要么是放弃 要么是更加谨慎 怎么进行 仓位更轻 更谨慎 因为这个位置回落呢 实际上有支撑 然后反弹一次 价格给新高了 但是量呢没有给新高 MICD属于上的一个 顶背离的状态之中 再回落这个位置呢 咱们就提醒 这是一个买点 而不是卖点 这是相信很多粉丝朋友 应该是很深刻的 那么当天回落的话呢 颈先为破 破了之后呢 这个位置回落下来 因为考虑到什么呢 下方 它是传统视觉下的 高点和高点 前面的站在高点和高点相连 它是一个平台 这位置是绿油支撑 其次的话呢 前高平行线 达到140连均的位置 那么这位置再往下的话呢 它相对从15块3的位置到当前 从当前的话呢 再往下看的话呢 将来来说 它的向下的这种空间有限 很容易获得支撑 出现反短线 技术性反弹的可能性 但是反弹可能性呢 那么上方的像12块附近 准确的一个位置的话呢 是在12块 好 是在12块3毛2 12块3毛2呢 是它的一个警线位 那么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重要的压力区 好 这是美景能源 所以说呢 当前持有数量 MSD死他 临头下方 持有弱势状态 就是即便出现反弹的话呢 它肯定是一个超跌反弹 没有形成趋势 持续性可能不会太好 如果说呢 什么情况下 这类个我可以再次关注呢 很明显 当前呢 对于美景能源来讲 它的一个跟踪视角是什么呢 它的一个跟踪视角 这个位置实际呢 从15块3到现在 它还是一笔下的下跌 因为这个位置呢 1234 它只是四天的反弹 够不成一笔 够不成一笔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它的一个走法 从以前面的5块8毛 作为一个观察点来讲 它是一个日线级别的中枢延伸 日线级别中枢延伸 延伸过之后的话 那么当前 它是一笔下的一个调整 只不过这个位置 是四天开线的反弹 不够一笔 所以说呢 当前的一笔下 它的一个做法呢 如果说什么时候出现 一个向上的一笔上 一笔上的话呢 它也很难一口气上去 如果说再回落下来 日线的先刷下跌 它们之间有被迟 甚至如果说呢 接触前面这个地点的话呢 它也可以把它作为 三分钟的盘整下跌 盘整被迟 也靠近这样的一个平台 附近靠近140的军线 可以把它作为 日线级别的三类 买点去跟 其实呢 最好是 等它冲高一次 再回落下来 回落呢 不管前提破不破 回落下来 再看它的一个量呢 有没有改善 好 这是美景能源 好 最后呢 我们再看三峡能源 那么像三峡能源的 一个技术表达的话呢 咱们前面也讲到过 这类个股的话呢 当前的跟踪视角 很简单 用一百样 用十三年均线 也是前面 这两根长阳 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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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两板中间的半分位 把两个涨停板 作为一个长阳来看的话 那种半分位 也就是这个 住位置留下的缺口 这位置作为一个坚守节点 向下如果破了 十年均线 也破了这样的一个 缺口的位置 十年均线站不上来 对了 就是一个 就枪转入 离场 那么如果不破的话呢 其实回落 只要有资金接力 潜力不破 十年均线不破 回落是作为 短线低细的一个节点 来看待的 如果破了十损 不破的话呢 等待反报 如果说出现这样的 一个强反报 都关他一天 如果入反报的话呢 见好就收 即使只赢 还是三下能源 那么以上的话呢 只作为 技术交流和巩固 经过参考 不作为买卖依据 所以说呢 当你复盘 越来越多的个股 而且复盘的时候呢 要有一种 不要有一种什么态度呢 就是要有一种学习的态度 钻研的态度 而不要有一种什么呢 事不关起 高高挂起 反正这只股票 或者观察的各国 自己的注意力 精密 所有的心情 所有的情绪 都盯着自己账户里面的 那一两只股票 那两三只股票 而要把眼睛 放得更宽一点 学习的角度去看待 就那不管有没有 你大牛股怎么走弱的 怎么走滴滴不休的 然后呢 在这样的转值当中 以后你曾经有没有 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 你能不能及时的 控制好风险 控制好仓位 那么控制风险 通过哪些方面去实现它 只有这种 局一反三的视角 才能够让自己 在复盘当中 不至于 在日复一日的 这样的一个 股灵增长的同时 也能够增长一些 实质性的经验 以及呢 操作水平的提高 好的 咱们今天讲的内容 喜欢的朋友的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 留言点赞 记得赞声 好再见